羊鸟是印尼人生活文化很重要的一环 却也间接扼杀了不少野生鸟儿的自由与快乐 过往曾以捕鸟赚钱回生的科丽克 因为惊觉森林中高声名唱的鸟儿 可能因为自己的捕杀销声匿迹 就此转念投入保育鸟类的行列 现在科丽克的手机和笔电里 尽是他的鸟类摄影 其中多是印尼日热山区消失或瀕临绝种的鸟类 而他所居住位在梅诺内山的贾迪木游村 过去曾因捕鸟活动猖獗 重创多样化的鸟类生态 但现在这里不只是印尼的鸟类保育村 更汇聚了不少的爱鸟人士 大伙儿共同分享保育护鸟经验 让爱鸟不只是口号而已 为了推动鸟潮正养 这群爱鸟人士除了深入社区推广 更几乎每天走入森林里巡逻 同时拍照摄影记录 并不时分享一些特殊鸟儿的生活特性 这群爱鸟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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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爱鸟人克里亚诺指出 伙伴们力推的鸟潮正养专案 不只是为了还给鸟类友善的环境 还可透过护鸟奖金的鼓励 一直违法猎鸟的遏制文化 进一步带动在地观光 可说是一准处得 柯利亚诺说 透过任养专案的推行 不仅逐渐改变了人类市场购买 自养龙中鸟的想法 更有不少民众选择放飞家中饲养的鸟儿 毕竟爱鸟就该还给它们选择自由的权利 中央市记者石秀娟 日子报道